嗨 我是阿恰 歡迎收聽來聊聊吧第二集 Sense這檔事 今天要和大家簡單介紹什麼是廣播劇 嗯?認識廣播劇跟Sense有什麼關係? 這可是培養Sense很重要的第一步啊! 廣播劇 簡單來說就是只用聲音來演出的戲劇 主要有五大元素 劇本、導播、演員、音效、音樂所組成 劇本 劇本有分為原創劇本跟改編劇本 又有分為影視劇本和廣播劇本 並不是每個劇本都適用於所有媒介 以恐怖作品為例 在撰寫或是改編廣播劇本時 要注意廣播劇只能用聲音呈現 如果是受刑人被捂住嘴巴 用剪刀插眼睛或是用刀割喉嚨這種加了音效 也聽不出他哪裡被捅的劇情 就不適合以廣播劇呈現 嗯? 總之 一個好的廣播劇本除了有創意之外 還要限制不會讓人混淆的角色人數 並用對話來推進情節發展 使劇情有高低起伏 發揮文字和聲音的最大功用來構築畫面 導播 導播在一部劇中扮演著核心角色 他需要與所有人員接觸 跟編劇溝通 並給予演員後製明確的指令 在聲音無限中 最常擔任導播的就是 錦西啦 就是錦西啦 錦西 之後也會有一集由錦西 專門解說導播的重要性 所以這邊我就不贅述囉 大家好好期待吧 演員 在上一集的來聊聊吧 音箱教了大家如何把話講好 演員除了咬字清楚之外 細感也很重要 必須知道如何用聲音做表情 並且塑造角色形象 例如 此林總罵的素皮排骨分啊 這個講話有奇怪節奏的邪惡女 一聽就知道是有病兔兔 另外 演員也要會掌握情緒和說話的速度 以下用媽我回來了為例 媽 我回來了 媽 我回來了 有聽出差別嗎 當你用不同的方式說話時 媽媽感受到的情緒就會不同 音效 音效 音效大致分為兩種 一種是一般音效 例如 腳步聲 班書聲 馬克杯碰撞聲 滾床單聲 啪 另一種是環境音效 像是辦公室環境音 森林環境音 餐廳環境音 音效是廣播劇中用來構築動作和空間及其重要的元素 音樂 音樂則是廣播劇中用來營造氣氛的工具 有一句話叫做 好的BGM 帶你上天堂 大家可以點進右上方的湯姆蘇影片 後面的方外篇就論到了BGM的重要性 看完你就會知道音樂的選擇有多重要了 好的 講了這麼多 希望今天的分享對大家有幫助 下次我會以後製的經驗更深入地分享音樂音效的部分 敬請期待 我是Rachia 晚安掰比